现在我们来进行2016年录制的POWERMEAL应用于CNC洗床以及检订的教学 首先我们把模型的IGES图读入我们的工作环境当中 我们按右边的着色按钮 这时候我们得到的模型是具有蓝色与咖啡色混合的曲面模型 首先我们框选所有的曲面 按右键选取曲面方向调整成一致 之后我们再应用一次按右键 曲面发现方向颠倒 这样子就可以把我们的模型全部调整成蓝色的一个传统工作造型 那接下来我们检视我们的工作坐标 比如说上视图 右侧视图 前侧视图 目前的工作坐标是正确的 那但是我们如果说碰到不正确的工作坐标 那我们可以应用一个方法 在左侧支援列这边 把201题的模型按下右键看一下它的属性 那它的属性目前Z方向是-15.5到0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资料 利用这个数据 我们可以移动我们的模型位置 例如我们在201题模型的这个位置按右键 我们点选编辑点选转换 这个时候我如果说把我们的模型上升15.5的Z方向距离点下去 整个模型就上升 这时候可以应用于正刀场的加工 那同样的如果说我把它输入-15.5 再按Z方向移动 那这模型就会下降到我们预期的三轴加工副刀场的位置 那这一个就是模型转换在这边所能展现的应用能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